一个人来北京吃米其林三星现荣剂 花了500块钱按照穷鬼点法 民众来到人均千元人民币的米其林三星高端餐饮品牌 却只花了一半甚至更低的价格用餐 受到消费疲软影响 中国高级餐厅陷入经营困境 只好纷纷寻求自救之路 2023年上海高端餐饮门店又有2700多家 到了2024年7月 已减少了1400多家米其林餐厅新荣剂 推出398元的穷鬼套餐 均价4400元的高端餐厅 经典套餐的价格下调了近三分之一 中国经济长期衰退 民众花钱越来越谨慎 许多餐厅纷纷倒闭或被迫低价竞争 但不止米其林餐厅 还有连锁餐厅也因销售额大幅下滑 推出半价菜单 吸引消费者连南韩记者都实际走访观察 摊开数据 今年上半年北京餐饮业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近90% 上海餐饮业亏损超过36亿台币 中国关闭的餐厅数量高达105万6千家 是2022年的四倍 以前一周出去吃一顿 现在一个月才吃一顿 分析指出中老年时代因房地产衰退和裁员而勒紧裤带 年轻人则因就业危机而无钱消费 中国餐饮业的压力仍然与日俱增 三地新闻陈佩的报道